最厉害的是这家店居然有卖这个东西 如果你在日本突然没有XXX 这个可能可以帮到你 下来会讲四楼的三个壁光重点 打开四楼的地图来到这个位置的话 会看到免税柜台 那地方真心推荐要过来看一下 因为你可以看到台场有名的地标 富士电视台的那颗外星人的建筑 大家好,我是麻油机 今天要带大家来去 海场第二站的某个山场 商场 山场 它的名字叫做Aqua City 因为Aqua City从出生以来也住在海边 而且旁边还黏着一个日本版的自由女神像 所以它有一个绰号 叫做广很宽自由女神海景商场 首先你要搭乘JR抵达新桥站 然后要从南边的出口走出来 马上就会看到这个平淡无奇的地方 如果向右走的话 马上又会看到一些平淡无奇的置物柜 如果不想要平淡无奇 刚刚的路口向左走之后 再踏出你那平淡无奇的步伐往前走 就会看到有可爱小蝴蝶的置物柜 用起来就比较爽 然后置物柜旁边会躲着一个黄色的机台 你没有看错 它就是一台又黄又害羞的浅钱交易所 到这边你一定会觉得 马又基这里不是台场你干嘛要讲那么多 所以这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接下来要搭乘的电车叫做 东京领海新交通领海线 绰号叫做海鸥线 图示长这个样子 因为海鸥线只有一条线 被骗上去搭车的人 最后不是去丰州 就是回星桥 所以如果你确定你待会会回星桥 就可以勇敢的把行李放在这边了 再来你进入海鸥线之后 会发现有两个路口 马又基建议直接走东边的路口进去 因为一上来你就会看到 有两个怪人在那边指着第一节车厢 啊不对是会看到写着台场风桌方向的第一节车厢 然后一上来你就会看到这个 金呆掉口水的画面 想要欣赏更多金呆掉口水的画面 可以参考马又基的这一集 台场第一站甲板S的攻略 然后你在等车的时候 如果很无聊的话 可以拿望远镜往前看 会看到很多日本社畜 在前面搭电梯咻来序剧 接下来我们讲版本一役的交通方式 海鸥线抵达台场站之后 请平淡无期的下车 然后刷刷卡出站之后 往那个写着2的地方前进 然后到这边它会再次确认你的方向很2 阿蘇做了是出口方向是2号 然后大家要记得朝着那个很2的方向前进 你就会成功的抵达这边了 再来我们讲版本2的交通方式 如果你有去看上一集 台场甲板S的攻略 最后你就会连接到这个写着 Agua City的拱门 拱门继续走过去就会看到这个门 船头发现又会看到另外一个门 如果你好无头绪 跟着马尤基走这个门进去 就可以开始你的石信封表演了 帕迷路的大侠们 可以打开马尤基在说明栏放的地图 现在你出现在这个位置 因为商场不小 所以马尤基推荐几个观光客 可能会想去的地方 首先方向前往下走 我们先来看这两家店 这是一家卖男性内裤的店 只是造型真的很饿 啊不对是造型真的很特别 前面还会看到 马尤基的真身被放到内裤上面去 马尤基应该感到开心呢 还是应该感到兴奋 然后走过来旁边会看到 一家有名的连锁店 马尤基在这边只能说非常的佩服 因为店面虽然说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卖的商品几乎都是观光客会买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懒得花其他时间再去药妆店 感觉这家店就能满足你的观光客师心疯了 这边看完之后往后一直走 就会看到迪士尼商店 在你还没到达之前 旁边的墙壁上就会广告打得非常大 这时候记得要很饿的吸着墙壁走过去 你就会到达这门口了 这家迪士尼商店就是迪士尼商店该有的样子 如果你跟马尤基一样荷包很瘦 可以来拍拍上面的雕像就当做是到此一游了 这边迪士尼结束之后 我们继续往前一直走 你就会发现 不管是左手边还是右手边 都是一些在台湾就看过的品牌店 如果想要节省旅游时间 这区就可以直接跳过 然后你再踏出那平淡无奇的步伐往前走 就会发现一瞬间就走到底了 接下来还有上面那一条路没有介绍 首先我们拉回去 因为麻油机从前面开始介绍的话会比较饿 大部队是比较舒畅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大门口 走右边进去的话 就会来到一家很诗情幻意的餐厅 然后你的屁股正扩方会有一家糖果店 然后再走一小段路的话 就会看到夏威夷风格的服饰店 因为旁边就是海滩 你就可以在这边买一套比基尼 然后穿上比基尼很饿的在海滩上走两圈 你就不往此生了 此生 此生 再来往前走 会看到一家好像泡在水里的转蛋店 这家转蛋店要注意 如果你跟麻油机一样矮 就会没办法骚扰最上层的那排转蛋 然后再往后走就会看到一家 绿色柱子的杂货店 这家杂货店不只有卖 观光客喜欢的日本药品 也会卖一些化妆品跟保养品 最厉害的是这家店居然有卖这个东西 如果你在日本突然没有网路用 这个可能可以帮到你 然后下一家店会看到 有一个花钱进去看海鲜的地方 门票是成了1500日元 然后继续往后走就会来到一个中央大厅 这个中央大厅旁边有水缸 会看到海鲜在里面游来游去 在这里就可以不用花钱就能欣赏海鲜了 然后免费海鲜中央大厅休息完之后 我们往左边继续前进 这个区域感觉应该稍微会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这边不只有名侦探柯南的周边商品店 还有一家马优积不知道的连锁店 但是队友叫我一定要拍给大家看 走进来才发现 原来里面卖的是一些各种卡通的小公仔 但是要注意 展示中的公仔是不能随便侵犯的 在啊最后面这边马优积想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下 这是一个西方感很重的地方 里面可以吃饭也可以逛街 一走进来会看到长这个样子 往左一转身的话 马上就会看到可以吃汉堡的地方 然后往右走就可以假装自己在西方国家逛街 还有让你假装在西方国家拍照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 可以吃汉堡又可以逛街 所以如果你很饿 我是说如果很饿的话 可以过来这边看一看 然后结束之后往前继续走 这边就恭喜米三楼全部逛完了 接下来我们前往四楼 然后请大家打开四楼的地图 会发现店家少了很多 然后来看左边这个粉红色的区域 会发现不是在卖家具 就是在卖家具 身为观光客的你 一定不会想要扛一张床上飞机 所以满游机接下来会讲 四楼的三个闭光重点 打开四楼的地图来到这个位置的话 会看到免税柜台 来到这边就会有详细的说明 免税的方式跟流程 而且都附上中文的说明书 所以请放心勇敢的走过来 保卫你的免税权益 再来来到这个橘色的地方 会看到一家动漫的咖啡厅 它可以帮你免费充电 也有免费的WiFi可以使用 环境还黑猫猫的非常舒服 当然它还是会想办法卖一些东西赚你的钱 但是没关系你也可以过来占它便宜 比如说使用它们的墙壁拍张照 或是看向窗外 拍张广很宽的海边照 便宜站完之后我们往中间前进 去一个广很宽的海景抽烟区 一走出来你就会知道 要在哪边燃烧生命 然后边燃烧的同时边看向你的西北方 就会让你的生命燃烧得更美好更宽阔 燃烧完之后还可以来到正中间 跟三个美女看板一起拍张照 这边都结束之后 麻油机要带大家去看一个魔王区 为什么麻油机会说它是魔王区 因为这个地方的路口 不只打扮得像山顶洞人的家 走进去还有一种像是在走免费鬼屋的感觉 然后如果一路走到底的话 会来到这个绿色的区域 这个地方是个小型夹娃娃区 虽然看起来很欢乐 但是第一次来的朋友一定没有注意到 自己已经走进死路了 我们看这个地图会发现 这栋大楼被很饿的魔王吃掉了一小块 所以如果你在这边大天赋梯上去的话 就会进入真正的死路 所以如果你跟麻油机一样不小心走过去的话 记得把自己回溯一下 啊抱歉好像回溯太多了 是从这边记得要走回去 然后要记得如果要搭电斧梯的话 记得要走这个中的或是这个西的电斧梯 才不会不小心进入被魔王吃掉的死路 再来我们前往五楼跟六楼看看 一上来就会看到这边开满了各式各样的餐厅 而且这边的餐厅大部分都管很宽 但是麻油机这集不是介绍餐厅 所以这边先跳过 请大家找到中央的电斧梯 然后就会看到一个红色鸟居长在这 请大家走着平淡无奇的步伐上楼 就会看到又有一个红色鸟居出现在你面前 这时候大家要很下意识的感觉到 这附近一定有BBQ的地方存在 啊说错了 是要下意识的感觉到附近有神社的存在 这个地方真心推荐要过来看一下 因为你可以看到台场有名的地标 富士电视台的那颗外星人的建筑 同时还可以看到 当你惊呆掉口水的 光很宽无敌还紧佛掉墙 如果你觉得不够过瘾 这边可以上去八楼看看 一上来你就可以马上看到两个美女看板 不对这里应该是要来看美女后面的风景才对 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广更宽的无敌还紧佛掉墙了 然后当你把七楼跟八楼都搞定之后 我们一起出发前往一楼 一下来就会看到这里是个美食广场 如果你想要免费的休息 这里是个很棒的地方 因为仔细看的话 它的座位上有充电插座 还有免费的Wi-Fi可以用 甚至还有免费的水可以给你喝 使用方式应该不需要 麻油机教你怎么喝水吧 然后在平淡无奇的走到另外一边的话 会来到一间很大很大的玩具反斗城 还有宝宝用品的反斗城 这边卖的东西不仅是小孩子的 还有一些连大人都会想要买的玩具 然后等你把玩具反斗城灌完之后 整栋AQUA CITY就灌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来整理一下AQUA CITY的注意事项 够细心的大侠们应该会发现 AQUA CITY它竟然没有二楼 麻油机也思考了很久 于是得到了一个结论 因为不论是哪一层楼 它都会分成 东 中 西 然后如果有二楼 又要说出自己是在中间的话 你可能会说成我现在正在中二 然后这边再提醒一次 如果你的身份是观光客 东边的五楼跟六楼可以不用上来 再来最后大家一定要走出建筑物 别忘记你平淡无奇的步伐 来去排队找那个 正守台场海边的自由女神像 相信这边大家都是拿起手机跟她打招呼 而且自由女神像它会分很多种版本 这是白天的自由女神像 这是晚上的自由女神像 这是益生菌的自由女神像 这是喝醉之后的自由女神像 今天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请一定要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